瑞瑟湘齐美部落快筛站昨天完成了131人快筛 其中包含瑞瑟国中两位学生在内 7人呈现阳性反应 消防先行预防性停课 等到院PCR结果出炉全因后 虽然松了一口气 但也趁着今天预防性停课 结合乡公所清洁队 加强校园环境清销 一方万一 今天获知昨天在齐美部落快筛 而呈阳性反应的两位学生 到院PCR裁检结果为阴性后 今天预防性停课的瑞瑟国中松了一口气 去做PCR的两位都是阴性 同时也有回报说 社区部落里面的检查的结果 也都是阴性 所以我们的担心就减少 但是因为我们已经决定说 预防性的停课 所以我们今天还是采新 同学们在家里面线上教学 然后今天早上我们就跟乡公所联络 进行了校园里面的清销的动作 在确定齐美部落以及学生 都安全无染疫的情况下 校方以及乡公所仍不敢大意 今天上午也全面加强 校园环境的清洁消毒 以防万一 预防性停课的学生 则以远端教学方式上课 让学习不受疫情影响而停摆 大部分都完成大概两剂的 少部分因为可能个人家庭的因素 他有点考量 可能担心有副作用 所以有少数大概不到一成的学生 大概他们就是没有施打疫苗 但这些学生我们就会特别的提醒他们 要做好自己的健康的一个管理 换连疫情入勤校园 校方严正以待 高度落实校园失声的防疫 加强防堵的同时 校长徐静杰指出 除了约一成左右的学生 因家长不同意而未接种疫苗之外 全校学生几乎都已经完成 第二剂的疫苗接种 记者时遇人瑞瑟采访报导